各位小朋友们 大家早安 爷爷正在享受我早上的咖啡 你们不能喝咖啡 可是可以喝点牛奶还有水 我们今天也要继续来讲耶稣的故事 这一整个月我们都在讨论耶稣对不对 连上礼拜的劳作也是耶稣从小朋友长大的劳作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有哪些小朋友把他们的作品寄给爷爷啊 哇 这个耶稣的头发好特别啊 非常的时髦 爷爷喜欢 这个耶稣非常的壮非常的高哦 你看这个耶稣的笑容是不是跟爷爷一样呢 对对对非常的好 就是这个样子 这几个耶稣都画得非常的好 那我们今天的故事 讲到的是耶稣受洗的故事 小朋友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受洗呢 那为什么我们又要受洗呢 这个我们待会会更多的来讨论 首先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圣经的经文 圣经拿出来咯 你们大家都借着信跟基督耶稣合而为一 成为上帝的儿子 成为上帝的儿女 成为上帝的儿女 你们受洗跟基督合而为一 正像穿上基督有他的生命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读完了经文 你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连耶稣也要受洗呢 那究竟又是谁帮耶稣受洗呢 别急我们会慢慢的为你来揭晓好不好 那现在呢一样站起来要做什么 对要敬拜喽 Collin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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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拉拉拉拉拉拉啤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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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出去外面 你回來沒有洗手 诶 你的那个衣服都沾到番茄酱还有酱油了啦 你应该要拿去洗一洗吧 诶 你刚刚去运动你现在很臭 你要不要赶快去洗澡啊 哈喽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芳芳姐姐 大家还记得我吗 在刚刚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人衣服脏脏的 或者是有人出门回家没有洗手 或者是刚刚有人去运动玩 嗯 身体臭臭的 小朋友你们喜欢自己的身体是脏兮兮 看起来一点都不干净啊 我想大家应该都不喜欢对吗 因为在我们头发长长的时候 爸爸跟妈妈是不是有的时候帮我们修剪头发 或者是带我们去理法院带我们去理头发呢 其实啊 我们的上帝也是一样哦 他不喜欢我们看起来脏兮兮的 接下来啊 我们要听的这一个故事 就跟洗澡有一点点关系 嗯 你觉得洗澡跟耶稣 好像连不太起来 对不对 嗯 我觉得好像也真的有点连不起来耶 不过没关系 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 啊 来吧 Come and see the baptism of Jesus This is Jesus Heyo Who's the son of God and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Jesus was born in Bethlehem And grew up in Nazareth Where he grew in wisdom and favor with God and man Oh 来 se 这就是John the Baptist Hey John loved God with his whole heart Hey all you And he told everyone That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was coming soon Wow Come on John baptized people in the Jordan River And one day Jesus went to this river To be baptized by John Hold on But John tried to talk him out of it Jesus said It should be done For we must carry out all that God requires Well okay So John baptized Jesus And as Jesus came out of the water The heavens opened And John saw the Holy Spirit Coming down as a dove And resting on Jesus A voice from heaven said This is my dearly loved son Who brings me great joy And John knew Without any doubt That this was the one They had all been waiting for This was the chosen one of God Who would take away the sin of the world WOW 各位小朋友 你們剛剛在影片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呢 瘋芳姐姐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耶穌從水裡面出來的那一瞬間 天竟然打開了 而且還有一隻鴿子降在他的身上喔 喔 WOW 你覺得這是最酷的部分嗎 我覺得最厲害的是在後面 因為接下來竟然有聲音說 這個是我的兒子 我所喜愛的 你們不覺得這超酷的嗎 在剛剛啊 耶穌他所做的那一些行為呢 就是叫做洗禮 那麼洗禮也是耶穌他要出去傳講上帝話語之前 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喔 那麼小朋友你們還記得天上有一隻鴿子降下來嗎 那個鴿子就代表的是聖靈 也就是接下來要跟耶穌去傳講上帝話語的好朋友喔 那麼小朋友們你們在教會的時候有沒有看過有人在洗禮呢 那像在影片當中那樣的洗禮方式 你們有沒有覺得很像在洗澡啊 其實啊 洗禮最重要的就是想要把我們髒兮兮的身體洗得乾淨喔 那在上帝的眼中 張兮兮真的就像衣服髒掉 或者是沒有洗手那樣嗎 其實啊 在上帝眼中的張兮兮就是我們犯了罪 那我們犯罪呢 就是讓上帝覺得很傷心很難過 可能是我們偷偷拔了別人 或者是我們說謊 不讓爸爸媽媽知道我們真正的想法是什麼 這些啊 其實都是讓上帝非常難過跟傷心的事情喔 也因為這樣 所以上帝才讓我們可以藉著洗禮 把我們身上那些髒髒的東西 也就是我們的罪洗乾淨 讓我們可以成為他很棒很真實的兒女喔 哇喔 各位小朋友 今天的故事你們記得了嗎 那接下來方方姐姐想要邀請你們 跟我一起來念銀幕上面的禱告詞喔 親愛的上帝 我們感謝你賜下聖靈和耶穌成為我們的朋友 為了要潔淨 也讓我們知道我們所犯的罪 好讓我們可以成為你所喜愛的小孩 小孩祷告奉主耶穌的名仇 Amen 接下來就是大家最期待可樂格格的時間 讓我們來看看他今天要帶我們怎麼動一動吧 可樂可樂你在幹嘛 我在練習今天的一分鐘挑戰啊 今天一分鐘挑戰 對啊你想要跟我一起訓練嗎 想要跟我們一起玩嗎 好啊 誰怕誰 好 那我來教你今天要怎麼玩呢 首先 我們要先預備一個大大的布 大大的浴巾 把它變成你的大翅膀 大翅膀 很漂亮嗎 我的比你漂亮 好 下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準備一個曬衣甲 咔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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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夾在你的翅膀上面 上面兩個 下一個 翅膀的另外一邊 下面再兩個 還有兩個夾在哪裡呢 夾在加拉叔叔的鬍子 但小朋友沒有鬍子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夾在你的頭髮上面喔 我們終於夾好了 好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來挑戰囉 我們要挑戰一分鐘 看誰可以最快把夾子給甩掉 哈哈哈哈哈哈 終於挑戰結束了 這一分鐘怎麼這麼久啊 哇 好 我們現在來看看 到底誰剩的夾子比較多呢 我來看一下 欸 我剩下一個而已喔 哇喔 那我們來數看看 加拉叔叔的剩幾個 嗯 這邊有一個 欸 我又發現一個了 兩個 所以 小朋友 那這次的挑戰是誰贏啊 是可樂哥哥獲勝啦 所以等一下 接下來就換你們一起來挑戰喔 記得是一分鐘 看誰可以最快甩掉身上的夾子 還有很重要的事情 記得要把你挑戰的時候給 錄下來 然後掃描QR Code 上傳給我們 我們來看看到底是誰 比較厲害啊 好 我們今天的挑戰就到這裡啦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哇 這個活動讓爺爺好懷念啊 爺爺想念以前去公園運動的時候 爺爺的甩手甩得好開心啊 你們剛剛就讓爺爺覺得運動真的非常重要 可是更重要的呢 也是我們要把救我 把它甩掉甩乾淨啊 對不對 欸 耶穌把我們受洗之後 我們就是一個新造的人了 好啦 今天一樣有些問題 要來跟小朋友們一起討論 我們一樣把問題打在螢幕上面 跟爸爸媽媽一起在小組時間來討論一下囉 好啦 爺爺希望下個禮拜能夠 再跟你們見面 這樣子 拜拜 好 接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